《成功应该从细节做起》 这是一个合资企业的老板 在被新的员工开会时说的第一句话 确实在职场中 很多人经常因为忽略了工作的一些小事 耽误了自己的职业前程 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坏习惯 是我们必须要杜绝的 一 将词无到 不能路日结合 郭尔泰在《非了集》中是这样写的 休息之低属于工作 正如眼廉之前低属于眼睛 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只有休息好了才可以更好地工作 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人生就好像登山 不是为了登山而登山 而是应该着重于攀登中的观赏 感受和互动 如果忽略了沿途风光 也就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了 人最美的理想 最大的希望就是过上幸福生活 而幸福生活是一个过程 不是忙碌一生之后才可以到达的一个顶点 古人说一章一词 文无知度也 人生也应该有章有词 也应该忙中有限 人生就好像条言 太松率 谈不出优美的乐曲 太紧率 就容易断 只要松紧合适 才可以就出舒缓优雅的乐章 俗语说 磨刀不悟 砍柴工 悠闲和工作并不矛盾 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可以拿得起放得低 工作的时候就全身心投入高下运转 放松的时候就放松 将工作完全放在一边 不要总是牵牆挂肚 去钓鱼 去登山 去观海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次就是工作悠闲应该搭配得当 不可以忙的时候累到半死 得闲的时候又得闲到让人顶不住 可以偶尔中安排一些小节目 例如是雨中晚报 周末郊游 鸳鸯共浴等 适时地忙里偷闲 可以让人适时地从饭粗 疲备中及时摆脱 为了更好地工作而积蓄精力 2. 做事斧头蛇尾 有此无终 无论大小事 只要开始 就应该勇往直前地做完 中国传统规矩中有 家庭教子弟写字 无论有什么事打扰 也不准将一个字写到一半 就算这个字写错了 准备拆了它再重写 也要写完再拆 这样正是教人不要忽视任何小事的最好起点 在日常小事上 养成有始有终的好习惯 将来做大事的时候 才不会轻易叛徒而废 假如你有未完成的工作 未逢完的衣服 未写成的稿件等等 希望你肯将它们找出来整理一下 安心去完成 相信当完成之后 你会觉得非常之快乐 它们未完成的时候 只不过是废物 而当你只要再付出一半 或者十分之二三的心力 将它们完成之后 它们就会变成漂亮的成品 和可观的成绩 那种意料之外的成功 会令你更加惊奇 有些事 并不是我们不可以做 而是我们不想做 只要我们肯付出多一分心力和时间 就会发现自己实在有很多 未曾使用的潜在本领 也有些人 在面临一项新的工作的时候 会为他的繁重和困难 而心情紧张、沉重、不安 这些人大多都是较为拘紧 和责任感又重 去除这种紧张、沉重和不安的办法 只有立刻着手去做这件事 当开始工作之后 他们会很意外地发现 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困难 而对自己也有了信心 想做就做不是一件难事 它只需要明快、果决、有信心 但是一件事情开始之后 是不是可以有始有终 就要靠毅力和恒心了 很多事往往在一开始的时候 憑一股憧憬做了一阵 然后就渐渐觉得厌倦 加上任何工作 总难免遭遇一些困难 或者外力的干扰 这个时候不单只兴趣消失 信心都没有了 很多工作因此而中途停顿 而只有那些可以克服中途障碍的人 才是成功的人 我们必须明白 开始一件工作 所需要的是缺心和热成 完成一件工作 所需要的是恒心和毅力 缺少热成 工作就没办法开始 只有热成 而没有恒心和毅力 工作就不可以完成了 三 早晨时间 不促紧 如果你踩着上班的零星进入办公室 手里面还拿着未来得及吃的早餐 在众人注视之下坐在办公桌前 无论这一日你做得多有成效 你的功绩也会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四 想做所有人的好朋友 在工作中 有很多人都废杀苦心地结交朋友 而不是以工作实职 赢得其他人的尊重 但是 只有赢得别人的尊重 才有助于提升 在升职加身方面 好感不是有很大的用处 嗯? 动点就找老板要答案 确实 一些问题必须由上层主管决断 但是 事无巨细都向领导请示 领导会认为你缺乏办善能力 久而久之 就会对你失去信心 这样的员工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六 交代事情不清楚 如果你主持一个会议 传达上级指令 结果散会之后 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 这样 你纯粹就是在浪费其他人的时间 平时在工作中 和上司 和同事交流的时候 也都要用确切的言语 表达清楚你对某件事的认可 或者看法 不要让其他人 不停问你在说什么 七 衣着不太适合 好多的公司 对装束都没有严格的规定 但是 如果你想表现出 对所从事职业的重视 你的穿戴 就要配得上这个职业了 如果你是一个白领 就必须衣冠楚楚了 对啊